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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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 我是來自三城苗栗的客家青年 我是一個從韓畢想到我不斷去實踐 並且有現實生活不斷取得平衡的人 那我從小就非常喜歡到時間科地去旅行 然後我們騎腳踏車 去拜訪群瑞典的客家老花青年 那這一切的行動其實都是我個人的一個個性的體現 然後我喜歡去實踐 然後不斷的去追求跟挑戰 然後我想這本身上昇的一種精神 就是年輕人其實可以充滿熱情 然後不斷的去實踐自己的夢想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求學時代的一個冒險旅程 叫在世界盡頭遇見台灣 那我是一個非常喜歡戶外運動的人 那我們在大山的時候呢 就組了兩岸第一支清藏公路的挑戰隊 那我們從青海的格爾木騎腳踏車到西藏的拉薩 那這一段路程呢大約有1900多公里 那平均的海拔就是在4000公尺的山上 那我們每天騎車每天都會高山鎮 那但是有非常多的漂亮的風景 那我們最後來到了這個拉薩的 算是省會之一 叫布達拉宮 好 那在西藏的旅程結束之後呢 我隨即就去了一個地方交換學生 那個地方很遠 叫瑞典 斯德哥爾摩的一個小島上呢 有一個尋常的中國餐廳 那中國餐廳你在外表看起來其實不太明顯 但是你可以從招牌上 或是他室內的裝潢 發現到說這是一間中國餐廳 我在這家中國餐廳裡面 遇到了一位華僑老前輩 那這位大叔呢他叫謝華元 那他是印度的客家華僑 那他在這邊長廚長了二十多年了 這一對夫婦呢 成親之後他們就去瑞典要找工作去了 但是那時候瑞典他們不接受 不會講瑞典文的外籍勞工 那這個謝叔叔迫於生機 就只好去親戚家的這個餐廳裡面幫忙洗碗 那洗著洗著 那這樣也不是辦法 所以他們兩個就開始學著人家一起開中國餐廳 那時候他們開中國餐廳的地方 在非常的北邊 那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地方 但是我有一個特別的習慣 就是我非常喜歡吃中國菜 所以在瑞典的時候呢 我特別去吃瑞典的中國菜 那大家看到這邊有四道菜 第一個是叫筍絲牛 第二個呢叫做波羅雞 然後第三個呢是炸蝦 那第四個也是雞塊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四道菜裡面有三道是非常特別 非常相似的地方 那就是這三道菜呢都有醬 瑞典人吃東西的時候啊非常喜歡吃絲黏黏的 那這就是瑞典人的口味 那其中一個最特別的菜呢就是叫筍絲牛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吃過筍絲牛 那為什麼叫筍絲牛呢 他們這個筍絲牛呢 是把這個泰國的竹筍罐頭 把它一片一片拿出來然後切絲 切絲之後再炒牛肉絲 那這在過程當中就是 其實中國菜道的瑞典其實有一段很長時間的演化 然後最後變成瑞典人最喜歡的口味 但是其實今天就是你走進瑞典的中國餐廳 你問所有人筍絲牛 每個人都可以端出一道菜給你 可是呢如果這瑞典人他如果來到台灣或是去大陸 那他保證一定吃不到筍絲牛 好那在吃這個中國菜的過程當中呢 我也會去了中國的餐廳 中國餐廳 那也會遇到裡面的華僑廚師 那跟他們聊天的過程當中呢 就慢慢的了解到說 以前瑞典的中國餐廳是什麼樣子 那在早期的瑞典的中國餐廳 他是吃像半桌一樣的 因為早期的人大家都喜歡圍在一起吃飯 那瑞典人當然也跟著一起這樣子吃 但是現在的時候呢 瑞典人他們喜歡回歸到自己本身的飲食習慣 就是吃buffet 所以你看到這邊會有一個buffet台 然後這邊大家就自己端回去吃 好 那像這樣的華僑故事呢我聽了很多 那剛好那個時候有一個機會 就是去參加瑞典華僑的國慶日 在這國慶日上面有遇到非常多的華僑 那華僑就散居在瑞典各地 那為什麼這些華僑會散居在瑞典各地呢 其實是有一個典故 因為在早期的時候 瑞典他們要引進中國餐廳 然後他們就跑去大陸去找這個廚師 結果剛好那個時候中國正在文化大革命 就不准這個勞力出口 那這個時候呢瑞典的政府 他們就去到了台灣找廚師 剛好在台灣有一群人是 當年隨著國民政府的將軍們 撤退到台灣的廚師 那他們後來就開始到台灣的各地去開餐館 他們開餐館的時候收了一些年輕的徒弟 剛好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剛好成為這個餐廳裡面的主廚 一聽到說可以去瑞典發展 那每個年輕都有一個夢想 就是好我要去海外築夢 所以他們就去到了瑞典 那他們剛去瑞典的時候呢 他們都覺得說我賺兩三年賺飽就回家 結果沒想到就過了幾年 台灣退出聯合國 那退出聯合國的時候 他們就決定說 好那我要留下來當瑞典華僑 就這樣一坐坐了30年 那這些華僑們 就成為了瑞典的第一代中國餐廳們的主廚 好為了追尋這些故事 那我自己就非常喜歡騎腳踏車 所以我就決定騎上腳踏車去拜訪這些瑞典華僑 好那這是一個尋常在瑞典的風景 就是一望無際的森林 那我每天大概都在這森林裡面待超過12個小時 如果天黑然後怎麼辦呢 天黑的話就在旁邊找一塊土地 就是開始搭帳篷然後過夜 然後隔天早上起床繼續上路 好這是我在搭帳篷時候的畫面 那我在這個一路上的過程 我有換很多地方睡覺 那有一次我睡在了這個足球場 足球場是一個非常好的露營地 因為它草皮很大然後又很平 那我在這個地方睡覺的時候 其實有個問題 就是在瑞典它的私人土地啊 其實是不可以搭帳篷 那足球場算是私人的土地 可是沒有辦法那天有點懶 就不小心的就是睡在足球場 而且還睡在足球框的旁邊 隔天早上一起來慘了 就是有個大叔跑過來找我 我才剛從帳篷出來 他就已經衝向我 就在想沒有辦法躲的時候呢 他突然跑到我面前說 欸你要不要喝一杯咖啡 那我非常的開心 就跟著他一起走進了他們的球員休息室 那在這休息室裡面 我看到一個非常熟悉的畫面 就是一面來自台灣足球隊的景旗 那我那時候非常開心的跟他說 欸我是來自這個國家的 他就很開心的跟我講說 噢福爾摩沙 原來就是當年他們都把這個台灣的這個人啊 他們都叫做福爾摩沙 所以那時候台灣有一支足球隊 就去了這個瑞典跟他們比賽 那他們就因此交換了一面景旗 好在這一路上其實遇到蠻多次 跟台灣有關的事情 那我個人都覺得很神奇 這是一次呢 我在瑞典旅程中 快要已經即將要結束的那一天 我遇到了兩位大神 這兩個大神 來到這個村莊的時候已經非常晚了 村子裡唯一一家商店已經關門 那那個時候他們剛好身上沒有帶食物 那就沒有辦法 就只好去祈求旅店的主人 但是旅店的主人告訴他們一個很殘酷的回應 就是說我是做旅館的 我不賣食物 那這兩個大神就只好挨家挨戶去敲門 那這個時候剛好我旅程要結束了 我那天早上買了很多的東西 要給自己辦一個人的親公宴 所以我就回到房間想很久 最後我決定要去請這兩位大神吃飯 就在這吃飯的過程當中呢 黑衣大神突然跟我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其實去過台灣 那我在這一路上的旅程 聽到太多人告訴我他去過台灣 基本上他就是去泰國 他們都傻傻分不清楚 那我就很懷疑地問他說 你是不是真的去過台灣嗎 這大神想了一下 我去過一個地方叫台中的 應該是台灣才對 那我想這應該假不了 因為在泰國應該沒有一個地方叫台中 他告訴我說他其實是去領養小朋友 那他在台中的一個少年之家呢 領養了一個原住民的孩子 就把他帶回瑞士去撫養長大 那剛好年紀就跟我差不多 那我那時候聽了之後 我就覺得這一切真是太神奇了 就是在北極圈的一個小鎮裡面 竟然遇到一個大神 他幫我們撫養了台灣的孩子 撫養了20年 那我現在就請了他吃了一個救急的晚餐 我的旅程呢最後結束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瑞典最北的小鎮 那這個地方呢距離北極圈裡面有250公里 是一個非常寒冷的地方 那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你要經歷這麼多辛苦 然後一個人騎著腳踏車 在整個瑞典尋找花橋 那其實我覺得 這整個行走的過程當中 本身就是一種生命的提升 那我經歷了很多挫折 譬如說在公路上車子爆胎 然後遇到很多天下雨 然後有時候睡在墓園裡面 內心會有很多的掙扎跟恐懼 但每一次當我感到挫折想要回去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就是前方還有人在等著你 那那些人呢 不是跟你就是完全毫無關係的 這些人跟你都有一個共同的關係 就是他們是華僑 那影響我最深的一個華僑呢 大概就是這位大哥 這位大哥他其實來自印度 他本身並不會講所謂的中文 他只會講客家話 那這位客家的大哥呢 他來到瑞典很多年 那他是為了家裡的生計 然後他養自己的妻子跟孩子 在我臨走前的那天晚上 他很特別的跟我分享了 他在牆壁上的一張照片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張照片是他的全家福 他有很多年沒有見過他的妻子跟小孩 那他就是一心一意的想要在外地 為他的家人們打拼 那我覺得在這個印度的這個客家文化 跟台灣客家文化其實有一些不同 那台灣的客家文化呢 因為長期的跟不管是原住民啊 或者是跟米南文化有很多的互動 所以其實漸漸的我們會學習到不同的方式 那有一些東西傳統的部分 也漸漸的比較沒有被保留下來 可是在印度的客家人裡面 他們是非常堅持要勤儉 然後他們會非常的 對於他們的目標會非常的專注 那也是因為這些客家華僑的關係 所以我才有這個機會在瑞典這個陌生的土地上 遇到這些努力打拼的人 那在這段旅程當中 最後我把這些故事寫成了一本書 這個書跟我的旅程的名字是一模一樣的 叫《在世界盡頭遇見台灣》 那這本書的靈魂人物呢 其實就是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客家人 還有華僑 這些華僑勤的精神 我想是我們現代客家青年們值得努力與學習的部分 那現在的年輕人其實我們生活過得比當年的好 可是我們的夢想卻不一定比以前的前輩們還要遠大 那在這一段旅程當中我告訴大家 就是你只要騎這一台腳踏車 只要一直往前走 你是可以走到很遠的地方去 那你在一路上也會遇到很多讓你留下深刻回憶的故事 那我想就是不管是來自哪邊的青年 只要你有夢想的話 就是只要勇敢的去追 那有一天你都會在世界遙遠的地方找到你自己的夢想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